台中大型兒童接種站 開打首日 大批家長帶孩子來排隊 但非六都縣市 卻傳出兒童疫苗 被砍單貨 暫時不給 六都是人 其他都不是人嗎 市民都不是 對疫苗不夠了 還不花下來 還要變換 變來變去 就變色了 中部縣市苗栗 本來會到貨四千劑疫苗 開打前臨時縮減成一千五百劑 南投縣更慘 兒童疫苗已經沒有庫存 以為配發的三千劑即將到貨 想不到也被通知暫緩 雲林縣同樣抗議 說好的五千六百劑BNT 兒童疫苗刪減三千三百劑 嘉義縣的六千一百劑 更是被中央無情通知不給了 大家都有小孩子 並不是說六都的小孩 會比較值錢 他們老是說要超前部署 可是部署的結果 疫苗分配的不夠 然後要打又打不到 國小學童還在遠距上課 根本沒辦法到校打疫苗 再加上非六都縣市 疫苗量能被砍 家長帶孩子 舟車勞盾 全都擠到台中去打 我差不多七點就出發 苗栗沒有接種站 所以就來台中 所有大型的快打站 所以帶小朋友過來 為了補足大型接種站的施打量 縣府山檢非六都縣市疫苗 讓家長難以理解 痛批根本是次等公民 難道偏鄉孩子的命 就不是命嗎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 早晨吃飯 起床 早晨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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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